不好意思 你那個車子是不是有點問題 你的車子是不是有問題 沒有 沒有 你先騎我一下 紅燈等到一半 遠景突然出現 騎士一頭霧水 想說機車沒有壞掉 於是聆聽路邊接受盤查 才發現自己騎的車 車主另有騎人 朋友叫什麼 你有朋友的照片嗎 他的老公 我不知道叫什麼名字 說機車是跟朋友買的 但對方是誰卻說不清楚 當場被帶回派出所 新北保大警方巡邏 行進板橋 利用AI巡防系統 發現一輛被報案侵占的機車 藍茶騎士 28歲的潘姓男子 是越南籍移工 工程一年前跟同鄉 用兩萬二買入二手機車 因為不熟悉台灣法律 以為付了錢就可以使用 賣家也沒說清楚來源 原來機車車主 其實是28歲的離姓男子 把車借給弟弟 結果弟弟又借給前女友 分手後 對方不但不還 還擅自把車賣掉 車主一氣之下 到派出所報案 而潘姓男子完全不知情 就這樣代步用上下班 騎了一年多 最後被依侵占罪寒送 夜間有分夜間模式 所以他應該都是可以 準確的辨識 警方的AI巡防系統 又稱為髒車客星 就像行車記錄器一樣 架在前擋風玻璃上 當車號跳出藍色 代表這輛車車牌正常 要是遇到髒車 系統就會語音提示 因為過去遠景都是採手動 查詢車號 要是遇到上下班 尖峰車多的狀況 就難以應付 現在只要用髒車客星 就能自動捕捉360度 死角內的各型車輛 直接判讀 是不是失竊車 或是侵占車 取代人力 省時又省力 其實這回在妻子出遊 回家途中被攔茶 才知道自己觸發 約會行程也泡湯 TVBS新聞專門 黃金門新北市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並且下載TV 並且下載TV 並且下載TV